事務上我們在少年法庭 只要有像重大的殺人案件 基本上青少年被處刑的情況 都相當的重 他完全都無咬無筋 他根本就不害怕 他還頂撞師長 就算他提假事 法官都不會准 剛剛教育官保護管署 它是什麼 保護管署就是所謂的 保護處分的一個中度處分 大家好 我是簡直律師 大家好 我是地方法院 少年調查保護官 吉靜如吉官 歡迎收看 是在哈囉 最近這個國中生割警案 真的震驚全台 那事件發生到現在 其實各界都在反思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在這個地方法院 擔任少年調查保護官的 吉靜如吉官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這個議題 那首先還是先聊一下 這個新聞中 這個涉犯的少年 會面臨什麼樣的刑責呢 對 因為一般來說 殺人罪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是死刑或無期徒刑 那少年犯罪會有三大優惠 第一大就是不能判死刑 跟不能判無期徒刑 第二大就是他可以減刑 第三個就是他的緩刑跟假釋 在少事法裡面 都有特別的優惠規定 事務上我們在少年法庭 只要有像重大的殺人案件 基本上青少年被處刑的情況 都相當的重 都還是很重 都非常的重 因為法官對於 他會有這樣的動機行為 一定會做一些非常重大的評估 然後接下來送到少年間 去執行的 依我自己了解 都是十幾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十幾年是可以假釋嗎 對不對 當然可以假釋 只要符合假釋的規定 因為基本上他假釋 青少年的假釋 跟成年人比起來是比較輕 有三分之一以上就可以假釋 但是他這三分之一 必須達到 他的累進處域的分數 假設你表現不好 不斷違規 你不盡然可以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們法官 每一年都會固定到 少年監獄去探視少年 我們探視之前 會先跟探視的所有的管教人員 先談這個孩子的狀況 如果我們所聽到的是 他完全都無咬無筋 他根本就不害怕 他還頂撞師長 就算他提假釋 法官都不會准 因為基本上法官覺得 他犯後態度之後 跟後來執行情況非常不佳 我們就會在提報的時候 其實就不讓他通過 而且假釋期間 我們要做密切的保護官的監督 他只要違規 立刻撤銷假釋 立刻再回去 未成年犯刑事案件 他的司法程序 跟成年人犯罪還是有不同 雖然說 我們剛剛有聊到就是說 他該受到的限制 該去關還是都有 但是程序面上面是有不同的 大概是哪樣的不同 少年事件處理法 剛剛講 他的刑事案件 跟保護事件是不一樣的 保護事件 我們就刑事案件來比較 是比較輕微的部分 只要涉犯最輕本刑 五年以上期徒刑的案件 基本上進少年法庭之後 法官一經過了解 然後大概開庭之後 有可能就會讓他移送到 地檢署的檢察官去起訴 起訴之後就走刑事案件 就完全就脫鉤了 所以跟他在觸犯 那個法律的一個嚴重性 其實基本上是相關的 還是會看他犯了什麼罪 沒錯 看他多嚴重 如果很嚴重 其實還是會走刑事 一定走刑事 如果補充一下 剛剛機關的說法 整理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少年事件 他有一個保護性存在 這是兒童權利公約 也已經明定的 所以我們程序上不一樣 首先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羈押 成年人如果你有逃跑 或是再犯之魚 就把你關在看守所 那如果是少年的話 他的羈押 類似的東西叫做收容 把你收容在也是隔壁 就看守所隔壁的一個小空間 叫做少年關護所 原則上我覺得這也是差不多的 那可是就審理部分 有非常大的差異 還有兩種剛剛講 少年保護程序 跟少年刑事程序 少年保護程序是處罰什麼 就是他只是個孩子 的這種親罪少年 那少年刑事程序是怎麼樣 我雖然還是要保護你 但是不罰你 我對不起列祖列宗 就是稍微重罪的少年 我們還是會處罰他 那如果是前者這種比較輕的程序的話 那我們最後法院可以裁定說 有幾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訓誡 加假日生活輔導 訓誡就是說 把官會告訴你說 你這樣是不行的 很嚴厲 然後假日生活輔導 可能就是要回到保護官這邊來 那或者也有些是要安置 在原生家庭並不是過得很好 會有這個再犯之魚的話 就會把他安置到適當的處所去 那也有保護管束 保護管束也是交給保護官 那最後比較重的保護案件 就是要進入管化的教育 那管化教育也是在矯正學校 只是不是名陽啦 那至於說後面的那個 比較重的少年形式程序呢 他還是會判刑 那他判完刑還是會關 23歲之後就移轉到成年監獄 成間 因為他的身分是少年 他犯了重大的刑事案件 其實他只是關的地方不一樣 他還是要被關嘛 關的地方不一樣 其實做法也不太一樣 雖然都叫少年矯正學校 可是我們的 感化教育的少年矯正學校 比較重視在教育的部分 跟輔導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少年監獄的部分 他的那個積壓性跟那個矯正性很高 而且他會經歷過 求學階段跟成年部分 所以他們後段的一些矯正跟一些要求 其實相較於 三個感化教育的少年矯正學校 他們要求是比較嚴格的 裡面有心理師有諮商師 有老師有各班有記憶訓練 要考照 然後要考學測要考會考 所以他還是要在裡面上課的 是的 我今天只要是必須要接受 那個醫護教育部分 一定要完成 只是我接下來我的部分 我成年了 我也完成了 我可能就走記憶訓練 我在裡面學木工 學一些電腦的設計 或是程式等等 然後AI等等 我都可以讓他們開課 然後拿證照 等著他們假釋的時候 可以適用進入社會的發展 他們有牢房嗎 還是一樣 還是有設房 還是做很嚴密的監控 包括秩序 包括時間 包括作息 其實那個跟成年監獄很像 但是只是 成年監獄不會讓他們受教育 但是 在少年矯正學校裡面的教育部分 絕對不能夠減少 而且心理諮商跟治療的部分 都很密集的在排成 然後每個都要經過一些 很適當的一些評估 看你的心理素質跟在犯危機 所以我覺得那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其實應該就是說 終究認為他要銜接社會 該給他的教育都不能少 我們講一下 剛剛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剛剛教育跟保護管署 它是什麼 保護管署就是所謂的 保護處分的一個中度處分 其實我們剛剛律師所帶到的 非常清楚 就是它有分輕度 中度跟重度 就我們保護處分 也不是隨便給的 像輕度只有訓誡的時候 就只有法官訓誡一次 那個案件就從法院結束 例如什麼樣的會是輕度的 例如其實學校發生很多意外事件 像我可能走路就腿轉他一下 他就跌倒 眼睛就瞎了 又可能就中傷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而且在需要那時間可能就會這樣 其實那孩子都會非常擔心 那他就是傷害罪 然後對方家長就提告 提告之後他們家長立刻去道歉 賠償就達到和解 還是進少年法庭 其實進少年法庭之後 法官在開庭的時候 會針對這情況去 詢問當時的原因 然後最後評估他犯罪後態度 其實最重要我們會問被害人家長 你對這件事情希望法院怎麼處理 如果被害人家長講 我已經原諒他了 而且其實我的孩子跟他是好朋友 那這種情況其實難免會發生 我們算是運氣不好 我希望法官你要給他機會 你知道那個被害家長講的 不是加害人的家長 這很重要 沒有錯 其實大家都盡量不要給他留案底 我覺得他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樣 我也不希望他受到最嚴重的處分 而且我覺得他不會再犯了 所以我希望法官你重慶處分 這時候我們法官不會不處分 我們會給他一個訓誡的處分 告訴他嚴重心 而且會叮嚀他三年之內不要再犯 如果你再犯的話 前科突銷是有問題的 會對你影響會再往後延 而且下次來我會從重處分 表示你這一次有可能惡意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一定對於親愛會提示他們 不會每個人都永遠都這樣 今天被害人家長會原諒你表示 你的態度還有你的彌補 其實家長是看見的 所以我們會給你機會 我們這部分在訓誡上法官 一定會給他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說要取得被害家屬的原諒 是一個很重要必須要有一個要件之一 是的 所以剛才我們律師就講的 犯後態度情歌敏訴 其實包括得到被害人家屬的諒解 非常重要 這個部分有時候在降低處分上面 其實不是法官給他降低 而是被害人的家屬 跟他的可能他的法代或是他的輔佐人 都幫忙加害人求情 那中度的其實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訓誡假日生活輔導 他要一次訓誡假日生活輔導是十次 所以必須大概到法院 一年的報道觀察時間 另外一種叫保護管束 就是中重度的 三年喔 三年期間 每個月到法院至少要兩次 所以基本上他要被我們觀察三年 這三年期間 我們對他的要求其實是非常嚴格的 可能會有在訊息上面 要求他的報道 生活作息 父母親每天都要簽署 他幾點回家 他今天有沒有依規定上課 一個月他都要交出他爸爸媽媽所助記的 他的生活作息穩定表 這很重要 所以包含父母在這三年內 也是要付起這樣的義務 這是義務嗎 我們規定他要求責與家長的責任 一定要做 如果家長不配合 我們法官就會強制他 第一個剝奪侵權 所以你的孩子你不管就對了 我真沒用 我幫你管 不用就怕了 所以孩子已經出事情了 跟孩子沒有狀況之前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管教我們尊重 但他現在狀況非常不OK 法官就會責成家長 一定要做家長觀察配合紀錄表 而且如果有不時 家長跟少年都要被罰 怎麼罰 我們立刻勸導少年 我們在保護管束期間 是可以關他們的 第一個他違規第一次 我下勸導書 跟學校警告不一樣 我讓你下勸導書之後 我就告訴他 絕對不要再犯 第二張勸導書 送到少官所留置觀察五天 留置觀察真的還要在那邊關五天 真正的關五天 再出來再違規 撤交保護管束送感化教育 所以這時候還是進感化教育 常常你都青少年那種說 進保護管束了擺爛 沒關係了 不痛不癢 他在保護管束第一次到法院的時候 我們就把所有三年的規定告訴他 甚至要簽署一個契約 應遵守事項 哇那個一大本的 每天到學校去不要罵老師髒話 功課考零分沒關係 但至少要寫完 你要努力的寫 放學的時候你要幾點回家 要簽約要清簽的 對要清簽 所以這就是 為每個青少年客製化的 保護處分規定 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是因為我們不會跟別人講 所以我們很多社工會打電話 我們說 他昨天有去參加公祭 然後呢 他有去上課嗎 我們講謝謝社工 那我知道了 那其實我們早就規定 他不能夠再跟某些組織犯罪的人 一起活動 包括公祭 不要跟我說缺人 我這裡也很缺人 我這裡也很缺人 可是其實到底那個鼓爛 他只要看到這規定之後 被下勸導書 他就想說 拜託一下 我不想去關五天 所以他就有壓力 然後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多管齊下 跟學校跟家長做一些配合 所以這部分很重要 就是我們能夠在 讓他三年期間能夠穩定 我很多經常都告訴我 他假裝的 我說裝三年都沒關係 能裝三年其實也拉回來了 沒錯 你只要願意裝三年 我也謝謝你 其實我們很多孩子 裝了三年之後 就自然而然變真的了 假裝久 對 就弄假成真了 沒錯 不習慣跟我的大哥在一起 每次要找我 拜託晚一點再找我 三年後再找我 久了大哥也找我 不想找你了 對 就拔拉出這個環境了 對 我已經不是這個群體裡面的一份子了 所以習慣 我也沒有再去了 很多青少年回過頭來看說 其實我也不想去 他們都會去嘲笑自己的過去 其實你會看到 蛻變很大 非常的大 在性格成熟 跟走過那段之後 他回過頭來再看這件事情 其實他會蠻有感的 而且蠻後悔的 因為有蠻多人是說法是說 他走保護管束 就有點像物以類聚 越練越大尾 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有像保護管束期間 我們每個月要來報到 很有可能他在報到期間 很多人在等待 我就會跟他攀談 反正我是北投的幫的 然後遇到士林幫的 就有這樣的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 報到現場就會有志工 然後志工應該說 你們不要講話 先寫資料 然後保護管等下就要找你們了 好不好 就會刻意 所以他任何時間都可能 有機會讓他就歪掉了 對 包括來法院報到 我本來是希望他好 可是他就好像受容在少關所 對 就好像受容在少關所 其實很多家長是反對 他可能說 我在想會不會越關越壞 我就跟爸爸媽媽講說 他很有可能越關越壞 但他現在在外面也不怎麼好 我們要不要賭賭看 而且他進去之後 你跟我都要努力 他就不會越關越壞 如果你還繼續這樣子 你的孩子很有可能 越關會越壞 其實這時候我就給家長一個 就是 孩子進去被收容之後 他會失去一些自由 他原來可以拓手可得的 像例如手機 網路 我都沒有 其實他們自然而然會覺得 有被剝奪感 所以其實每個青少年 進去收容之後 大概只要 超過一個禮拜的 都開始有痛苦感就出來了 網路成癮開始把他做了 那以您的經驗來看 其實像走了這一招 這個過程 你看到說三年這樣子 大部分真的都把他倒向正途了 大多數的 如果能夠走進程序裡面 家長配合 我們保護官在監督上 學校也跟我們一起合作 然後接下來在社區部分 其實青少年願意在這部分配合 而不是私下做另一件事情 90% 基本上這樣的青少年 最後都是成功的 所以很重要一點 第一個家長要配合 再來是 少年自己的選擇很重要 如果今天做一套 對 說一套做一套 那之後你就在成年之後看他進刑事案件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多孩子會不斷在犯 你一問 爸爸 他晚上怎麼會一直出去 我也沒在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自己沒有回家 他跟我不監督的 然後媽媽呢 我都已經睡著 怎麼知道他出去 那大家都去睡覺算了 因為我覺得 小孩子誰來管 因為保護管則很重 所以我們有時候 幾乎就會跟家長對抗 就跟家長 你不要不告訴我 你一定要告訴我 因為我不可能住在你家 我常講一句話說 孩子變壞誰先知道 父母親先知道 他吸毒第一次回來 就跟昨天不一樣 如果你在那一次就辨識到的時候 很好處理 問題是什麼 我不求助了 我也不講 萬一我講之後 孩子被關怎麼辦 然後我就放在心裡面 所以很多家長都是 請問現在那吃咖啡包會怎樣 還有如果說那個咖啡包 那個是不是桌上有白粉的都算 我心裡想 媽媽你吃過啊 不是啊 他還不願意講 結果我已經去家訪了 我說為什麼孩子 最近憑情緒很衝動 而且他是不是又跟那一掛人在一起 是有比較乖 但是脾氣就不好 我那個有時候很晚回來 就開始問說 請問一下那個吃咖啡包會怎樣 越挖越多自爆 然後最後其實我就知道 大概他吸毒 我就會跟媽媽講說 媽媽毒品如果在最初發生 就是孩子都會好奇 而且遇到朋友 他不是自己想的 如果在第一次是最好處理的 如果已經 就是兩次三次跟長洗以外 成癮以後 我們就不好處理 你的孩子就救不回來 所以如果你有要早點告訴我 我們一起來幫助他 啊我可以拿個東西給你看嗎 一包是不是 對 他就拿出來了 可是重點是家長也知道 他藏在哪裡 卻等到要你來才要阻止 他就是在他的垃圾桶 或是孩子吸完之後 晚上就昏睡 早上沒起來 這個還算家長有在觀察 那有的他根本就放任不管了 這更難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進法院的 都很不好處理 所以我常跟家長講 你的孩子在第一次的時候 已經有狀況的時候 你就要正確求助 因為這時候最好處理 每個孩子都可能做錯事走錯路 尤其是在青少年階段 他們太衝動了 所以我們都可以接受 只是我們怎麼救他 如果你隱匿 最後很難處理 孩子沒辦法變好 其實最傷的是家長 是啊 其實還有我們社會 我覺得家長的部分 一直是我們青少年 在處罰行為上最大的原因 所以為什麼兒童犯罪 在109年當時去除罪化 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兒童早發的處罰行為 都跟他的原生家庭有關 譬如我們就處理過 五年級可以性侵害同學 然後他是男生對男生 開庭的時候 那時候在109年前 法官問他說你怎麼會這樣做 他說我是男生對男生 不是男生對女生 這有犯罪嗎 誰告訴你男生對男生沒有犯罪 他不是這樣嗎 我們在收容之後 再返回學校又再犯 然後他開始用別的變態的方式 譬如用器具去弄同學 騙到家裡面來 然後去傷害他們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他才五年級 他這麼難處理 那媽媽也不太講 那沒辦法 那是我跟我前夫生的 那我這個先生也不太喜歡他 那我沒辦法 為了別的小孩 我想說 其實原因不只這樣子 後來我們那個孩子是送感化教育 在感化教育 心理智商師在問他說 他才講說 其實女生 如果被男生這樣 應該很爽 智商師問他說為什麼 我媽 我小時候的時候 她常帶我去 很多地方 我現在知道是賓館 然後就跟很多男生 她在旁邊看影片 或是吃零食或打遊戲 然後她媽媽在床上 跟另外一個男生 我的天啊 所以在她的印象裡面 她一直覺得說 我跟人家玩這件事情 其實她應該很舒服 那不然那是什麼 根深蒂固的 把她交回來 這到底要怎麼做 就要做角質了 怎麼角質 就是幼年創傷的一些 某些觀念的一些偏差 已經其實生根在她的 對 她那個價值是很深的 所以她就覺得去弄女生 去碰女生 她一點身體的 那個界線都沒有 所以 你當你越挖越深說 為什麼她矯正沒有效 然後勸導沒有效 到底怎麼了 難道她天生性犯罪人嗎 後來等到治療這段時間 就發現 因為她在某些價值的部分 已經很偏頗 請問你們會不會 每天都會覺得心裡很累 覺得你可能會有一些掙扎 或內心會發出說 難道她真的是天生的惡魔嗎 因為你們工作很大一部分 是要去調查她背後犯罪的原因 是 會 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調查的初期 很短暫在七天之內要調查 通常我們問不到這些 七天內就要調查完 因為現在要開庭了 因為少年保護事件裡面 也沒有檢察官的角色 法官在接到案件之後 立刻會交給我們調查保護士 請保護官立刻分案 我們開始就要從身心 家庭 學校 社區 他的各個方面去做調查 所以基本上我們只會在那時候 去盡量去做心理測驗 去了解 去調學校的輔導紀錄 但其實要看到那麼深很難 都幾乎要進入保護處分 三年的時候 你跟他關係很穩定 你可以聽到他所講的蛛絲馬跡 你就有機會去介入了 就是等於你要跟少年拔弱 如果沒有關係 你就很難輔導 可是你知道 你又是要懲處的那個人 所以其實他一方面是對你 就懷柔跟恩威要同時並進 就是說 我如果跟你講太多 你會不會撤銷我保護管 送我進趕快就會 可是如果不跟你講 那你會不會那個到時候發生事情 然後我是最後知道的 所以我常跟我親小人講 你在犯喔違規喔 第一個要告訴我 我不希望是警察送案件進來之後 我才看到 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因為我現在是你的保護官 自己來承認 我們都有機會 那我沒有說我會給你重慶處分 所以我說我親小人 就會突然傳一箱 全身都是寫的照片給我 這樣子啊 我在交互病房 我心裡想要跨你 你什麼鬼啊 到保護官心中又很強 他就在笑了就是 他這個禮拜幫他洗外套 調出了三次 都是彈簧刀 可是很多這樣知道之後 卻什麼 沒有發出任何求助的訊息 而且他認為說 是不是我的孩子 也不想告訴我 我不想跟他破壞關係 因為教師法多了一個私生霸凌 其實這幾年 老師被投訴霸凌的案件 非常的多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世大號囉 每週二、四、下午五點 Night Today 準時上限 我都會不會有關心機 跟他發生了一段時間 我都會想過 自己的關係 我都會想過 你會想過